精神病患者 这是我们对出于某种现象的人的一种定义 判明为精神病 有些人是因为可能是鬼斧 有些人可能的确是心里受到创伤 以后产生一些不正常的反应 有些人可能是物理上 大脑受伤造成的一些肢体 或者思想上的反应上的缺陷 所以精神病里面包含很多类型 所以这里面有灵界的层面 有物理层面 就肢体上脑皮层脑个细胞脑个神经受损 还有这个精神心理层面 受到重大的创伤 人会歇斯底里的不正常的反应 情况不一样 抑郁症跟鬼斧有关 这个我刚才也经解释了 有些鬼斧的表现出现抑郁症 所以不是所有的抑郁症都被鬼斧 但是有一些抑郁症是纯粹是心理上的 精神层面的 跟灵界没有关系 甚至现在我们也研究 人的生活 有的时候内在的这种平衡 一些什么PH值 这种内分泌 这种物质化学反应 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有的时候我们吃一些食物 调节我们里面的这个平衡的时候 我们心情就特别开心愉快 但是有的时候受这种光线 湿度 包括我们摄取的食物影响 内内在的分泌激素的影响 我们心情比较低沉 抑郁的情况也有 还有一些外自的冲击和打击等等 这种人非常复杂 产生这种抑郁的现象 所以我不太用不太喜欢用抑郁症 已经定格了 他就是病了 但是有的时候不是病 正常人的心理反应 抑郁是人人都会抑郁的 每个人都抑郁 再乐观的人都会有抑郁的 不同的情况 但是抑郁症的话 就把它定性为一种病了 但问题是不是病 这个很难界限 所以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是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大家思考的时候 也一定要多维地思考 不管是考虑到撒旦的问题 感冒了也是撒旦的鬼 什么打盹了也是打盹的鬼 不是 不要那么简单的 泛灵主义 而是还有什么遗传的 内分泌的 包括最近的休息的等等 各种综合因素 都要考虑 我们的经厅 既然 我们的经厅 和我们的经厅